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爷 你 吴儿 你 为什么 你们已经在长宋无忌那儿暴露行计 迟早过连累王爷 牺牲你一个 让王爷平安地回到长安 也算死得起锁 安心上路 阵奴 三哥 三哥 微臣救假雷迟 陛下恕罪 三哥 你救了朕的性格 还救了妹娘 朕怎么会怪作于你呢 多谢吴王救命之恩 没想到长安一别 竟然会在这里见面 对了 三哥 你怎么会在长安呢 这次要多亏了秦玄 他最早在安州的时候 已经发现了这帮刺客和行踪 只是我们来不及报回长安 况且 我担心我送出去的消息 有人不一定会相信 你的难处 我理解 三哥放心 你的忠义之心 天地可见 此番定然留在长安了 你没事吧 闪开 闪开 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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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陛下 这是怎么了 有反贼潜入禁院行刺 是吴王救了朕的性命 还有 五妹娘 已怀上了父皇子嗣 巡礼 是新帝太妃 朕 要接她回宫 李公 最后发回来的两份消息 都确认吴王并无反应 有问题的是那个长使 杨清玄 父亲大人 也许 我们冤枉吴王了 父亲大人 此刻 已是身世 这李公 死于赶业寺外 围剿刺客的激战之中 此时有很多人亲眼目睹 您为何还要 花整日时间 来验尸呢 冲儿 李公是为父安插在 吴王府上最后的眼线 吴王重返长安之际 李公 一发来有利于吴王的消息 他便死于非命 这里面大有玄机啊 启禀大人 我等反复查看 李公尸体 确实没有异样 大人 有问题啊 发现什么了 大人请看 这是后背心口 正是 而且切口平滑异常 乃力气所为 启禀大人 皮甲后心处也被穿透 把尸体翻过来 大人 大人 这后心的伤口 为何始终没有发现 为之罪该万死 你们 冲儿 好了好了 别危难他们了 你们起来吧 谢大人 这是一把极快极薄的匕首 从后心插入又迅速拔出 伤口根本难以发现 高手啊 孩儿也听说过 若匕首极薄极快 伤口便留不下任何痕迹 李公是被人趁乱暗杀的 冲儿 你现在还觉得 吴王 没有异心吗 为了陛下的安全 不可让吴王 留在长安 我等寒门学士 好不容易出了个身居上书高位的许大人 不料 转眼就被削纸贬至他乡啊 是啊 看来若非出身高贵的门阀世家 就算真的爬上去了 轻浮也不过是一息之间的事 诸位 说句心里话 我近日常有虚妄之感 再无贵人相助 我们注定是要陆路度过此生喽 贵人 朝中贵人 岂能看得上我当 陛下从耿业寺回来了 吴王 他怎么又回来了 你看 陛下和吴王居然骑马在旁陪着 那马车里会是谁啊 该不是长孙大人病了吧 快快 叩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陛下受伤了 朕没事 倒是武才人伤势不轻 他已有了父皇的骨肉 一定要好生照着 微臣遵旨 臣等全力以赴 为武才人诊治 启禀陛下 长孙大人求见 好 朕正有事要与他商议 让长孙太尉到御花园等候 是陛下 三哥 你先到御书房等朕片刻 好 来 妹娘 妹娘 陛下 这一件交代好了 太医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放心吧 谢陛下 我财人回来了 我财人回来了 三哥 我去去就来 恭送陛下 那是五财人吧 他怀了先帝的一父子 如此变成太妃了 以后会留在宫中的 肺黄疼大辣 李大人 李大人 你怎么乐了 陛下都走了 你还跪着干什么呀 不是 走走走走 老臣现已查明 此次行刺陛下的 是隋阳帝第二字 杨俭的旧部 还有 当年魏王李太挟持陛下 逼供北宫门那日 入宫行刺先帝的 似也是这批人 如今 这批反贼尽数扶诛 为大唐 除去一大祸患 此次有惊无险 还是多颗了吴王 和五妹娘舍身救驾 正是正是 陛下 老臣今日面圣 便是为五妹娘而来 五妹娘既已怀了先帝的骨肉 案例应该接回宫中 可是名不正在眼不顺呢 不知陛下何时正式下旨 封五妹娘太妃尊号 此事正在回来的路上 已经跟五妹娘谈起过 但她说 她想求个清静 不想麻烦 还是等孩子出世后 再封其为太妃吧 陛下 要是没有太妃的尊号 五妹娘常居于后宫中 怕不太合适啊 舅舅说得也是 不如这样吧 等她伤愈之后 朕便下旨 封其为太妃 一切顺从圣意 对了 此次吴王救驾有功 朕以为 的确吴王救驾有功 足以抵消其在安州 结党营私之国 陛下 老臣会嘱托监察御史行春 将他搜罗到的所有时政 悉数销毁 从此不再追究此事 结党营私 行春本已准备上奏 如若陛下空闲 不妨看看那些证据 不必了 那些东西毁了就好 也好 不过老臣以为 不过老臣以为 还是防患于未然 待吴王回安州以后 应该派些能臣辅佐其左右 立刻性格刚烈 老臣担心 他受 审判坚硬小人的蛊惑 生出事端来 不知 陛下已为如何 好 舅舅 费心了 此事容朕再想想 老臣 这便告退 来 娘娘 来 奴婢律服 见过娘娘 若需要什么 娘娘尽管吩咐 律服 辛苦你了 先下去吧 是 媚娘 高阳 你身子这么虚弱 别动了 我知道你回来 就赶紧过来看你了 这感业寺中 生活辛苦 你又有着孩子 一定吃了不少苦的 不过现在是好了 你回来了 九哥 想必派了最好的太医 照料着 其实不用那么劳实动众的 只是可惜了你这一头青丝 要照我说呀 这先皇并天 妃嫔们不是殉葬 就是入寺的遗志 也该废了 高阳 这么大您不道的话 你也敢说出来 那又怎么了 这女子也是人 为何 要被人随意读了自由 甚至是姓名去 就算是皇帝 那也不行 日后呀 我定要上一道奏书给九哥 说服他 废了这一致 你想啊 这妃嫔们 若全都能返回家中去 重新开始 他们自己的新生活 没准啊 还能觅得一份真情呢 其实我入感夜寺 是我自己自愿的 没有别人逼迫我 我不过是 日盼夜盼 能为先帝 多诵经礼服 多祈福一些 不说这个了 你看 这个呀 是我早就准备好的 我总想着 有一日 你还会回到宫中来 这卡 一定用得上 高阳 你呀 如今这后宫中 竟是一对雍之俗粉 还成日里想着争齐斗艳 这下不一样了 你回来了 你只要稍作打扮 就能将那些女人 全都比下去 他们见到你呀 一定会自残行贿的 再过一段时间 等我平安地把这孩子生下来 我还是要走的 恐怕 是要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了 至于这宫里 到底什么人 会怎么样看我 我又何尝在意过 你还是要走啊 九哥知道吗 你还是要走啊 九哥知道吗 九哥 九哥 为了能让你回宫 已经闹得满潮风雨了 你对他 既然如此 那你更得听我一句劝了 若想日后能够全身而退 这眼下 更是要避免惹人注意 你也知道 一个剃了肚的女人在这宫中 有多昭眼 你呀 你这心 比这针尖还细 高阳 我明白你说的了 你说的都有道理 还好在这后宫里面 有你替我思虑周觉 高阳 谢谢你 你我之间 何须言谢呀 既来之 则安之吧 反正万事 总有我和九哥呢 你只要安心养胎就是了 那我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我也要不打扰你了 那我打扰你了 咋安是 ? 下来 你还没吃的 你也要送你 去哪里 要哪里 给你了 还要想知道 去哪里 你 微臣 叩见陛下 三哥 看来 陛下跟长孙太尉的见面 并不是很顺利 三哥 从赶爷死回的皇宫这一路上 与你并肩驰骋 是朕登基以来 最快乐的时光 朕答应过 一回来就会 对你为以重任 可如今 却不得不食言了 陛下的那珠 为朕明白 只是 只是微臣有些好奇 这长孙太尉 是以何理由 来阻止陛下 提拔微臣的 你也知道舅舅 他大半生 禁淫换害 若将有意针对 找一些不痛不痒的罪名 还不是信手拈来 我一直明白 陛下不必多虑 我可以为你而来 也可以为你离开 大不了 我回安州便是 三哥 万万不可 如今朝堂上的行事 三哥一看便知 朝政大都被舅舅一手把持着 朕希望三哥回来 就是想请三哥 助阵一把 我们兄弟联手 与舅舅分庭抗礼 奈何 三哥回长安一时 也遭遇了诸多的阻碍 一时间 朕很难想办法 为你以重任 因此 朕想请三哥 为皇子师 自此留在长安 每天进宫 教诸位皇子们 学习剑术 可好 陛下的安排 微臣自当遵从 陛下 启禀陛下 交周都督李玄生求见 陛下有政务在身 微臣不便久留 这便告辞 三哥慢走 对了 陛下 微臣许久未回宫中 想趁此机会 四处走走 不知可否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 三哥 你此番归来 便是回家 以后宫中每一个地方 皆可同行 多谢陛下 难怪 这里以前是彭婆婆的居所吧 回禀娘娘 奴婢 实不知谁是彭婆婆 只知道 此处名为竹林雅萱 是陛下特意为娘娘准备的 来 往这边 小心啊 往这边放 小心点 如鸢 芮安 芮安 叩见姐姐 快起来 来 姐姐 你可算是回来了 傻 瑞安 久别重逢 不应该是喜事吗 怎么又哭哭啼啼的 姐姐说得是 瑞安 这些东西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姐姐 您刚回到宫中 消息便传开了 这些都是来示好的 就连皇后娘娘 都送了雪参来呢 这样的情景 倒也似曾相识 启禀娘娘 崇贤管职学士李义甫 进献的礼物 她特别叮嘱 怕娘娘能够亲戚 好 姐姐 这李义甫好生俗气 一个读书人 竟送了一个金灿灿的海碗来 是 这李义甫如此执着 倒也让人心生敬佩 瑞安 收下吧 是 是 姐姐 这李大人的意思是 跟着姐姐 等若是捧上了金饭碗 她这不是送礼 而是来表决心来了 可惜她找错人了 这次我回到宫里只是一个意外 这次我回到宫里只是一个意外 也并没有 做九流于宫中的打算 姐姐你还要走 陪我出去走走吧 顺便跟我说一说 如今的后庭 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 如今宫里这些人 看着可都眼熟了 这宫里说有变化 也不过是台上台下 换了几张面孔 唱的可还是老故事 皇后娘娘 出身自关笼氏族的王家 背后等若 站着长孙大人为首的 整个关笼门阀 自是尊贵无比 可是陛下 偏偏不是很喜欢她 而且这些年来 皇后一直没有子嗣 这已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王皇后应该 跟陛下年纪相仿吧 这么年轻 就因无子而繁荣 我想 定是有人抢在了她前面 与她争宠 是那萧淑妃吧 正是 萧淑妃年轻貌美 而且能歌善舞 尤其是给陛下生了个儿子 雍王素杰 甚得陛下的宠爱 宫里人常说 若是没有长孙大人 在背后撑腰 这大唐的皇后 到底是姓王 还是姓萧 还真有谓可知 一个根基深厚 一个嗜宠而骄 两人各有依仗 这后庭 怕是不会冷清了 是啊 皇后和淑妃的明争暗斗 从陛下入冬宫时便已开始了 现在看来 倒是皇后终究拉不下脸来耍坡斗狠 常常落了下风 吴姐姐 你此番回来可要稍微小心点 王皇后倒可算是个好人 那萧淑妃就不同了 极为任性放肆 就连皇后也不放在眼里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陛下偏偏喜欢她这样 就算她欺负了皇后 陛下也会说 是因为她年轻 不懂事 时常偏袒她 还年纪轻不懂事呢 都是为娘的人了 也不见有什么收敛 姐姐 淑妃 倒是一直没有送礼物过来 你放心吧 瑞安 我自会小心 不去招惹是非 对了 瑞安 这段时间 你过得怎么样了 我 瑞安现在 时常视力于陛下身侧 日子过得 自然是比以前 要风光滋润得多 姐姐 瑞安亲眼所见 陛下过得 是真不容易啊 自登基以来 我就再没见陛下 开回大笑过 直到这次姐姐回来 我才又看见了 陛下的一点笑容 姐姐 不要走了 留下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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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券»鬥 你这会儿过来 是皇后那边 有什么新的动静吗 陛下复改夜寺 祭奠闻得皇后时 有人看到皇后 曾偷偷去了 改夜寺东院 寺室 想与先帝的才人 五妹娘见面 五妹娘 是那个刚刚被查出 有先帝龙寺 被陛下接回宫的 那个五妹娘吗 正是 娘娘 莫非是上次 高阳公主叫走陛下时 说的那个五太妃 皇后见她 有何图谋 只是听说五妹娘 回到宫中后 皇后也曾派人 送去雪参为礼 娘娘 那五妹娘 曾颇受先帝宠爱 也许皇后 是去向她请教 献媚妖宠之妙法 娘娘且放宽心 那五妹娘若真有手段 又怎会始终是个才人 更在先帝驾崩后 落得个 深入感业寺的下场 皇后也是失心疯了 才会想着 找此女来当帮手 你可还有什么 要禀报的 没了 很好 那你先退下吧 如果有新的动静 随时来报 是 林芝 挑几个靠得住的人 放在竹林亚轩 皇后亦有动静 随时禀报 娘娘 怎会对先帝的一个太妃 如此上心 她怎么 愚蠢 娘娘 此女怎可小看 陛下为了她 连她最爱的速节都不顾了 明明走到了 贤陵宫门口 转头便走 你们不知道她 本宫可是知道的 这个女人 绝非善灵 就连当年的徐贤妃 也是失守于她 听说陛下 垂青于本宫 也是因为 我和她长得有几分相似 去 背上厚礼 本宫要亲自送去 是 奴婢告退 方才练剑忘形 差点伤着太妃 如有冒犯之处 还望见谅 王爷 王爷怎么那么见乌爱 我可不是娇柔弱小的女子 王爷 也并非拘泥于 繁文辱节之事 我们可一同去过北京战场 照你们男人的说法 那已经是过命之交 王爷 实在不必如此生分 不过说实话 我却是更习惯称你为媚娘 这样自然是最好 王爷 说真的 这番你终于能归来 与陛下团聚 实在是可喜可合 回来了又能怎样 这里已非 你我当初熟悉的 那个皇宫了 失去失留 现在还不得而知 是 是因为长孙大人 我记得 当年你对于制奴 你们两个便属一师一友 若我此次 真的离开长安了 便又只剩下制奴 一个人在皇宫里 那时还须 樊琴媚娘 你对她多加照顾 立刻在此谢过了 王爷这算是认命了吗 俗话说得好 事在人为 这件事 说不定还会有转机的 若要真能如此 那可真要成你急言了 时辰已经不早了 我先告辞了 当年 吴王与废太子 在这儿比见时 一袭绿山飘飘 那份潇洒 若然到现在还记得呢 如今她也老了 她的 等长孙大人把她赶走 姐姐再离开皇宫 这宫中 就又只剩下陛下一个了 这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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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能为陛下诞上子嗣 就是在南河十倍 也是值得的 那五妹娘可有醒来 启禀娘娘 那五太妃 在身时便已醒来 娘娘 可要奴婢安排与其见面 既然她已入宫 以后想见面 也不再是难事 这两日关注此女的人 想必不少 本宫就不去凑着热闹了 贤陵宫那位 可有给她送礼 娘娘 这萧淑妃 是亲自带了厚礼 去看望的五妹娘 这萧淑妃 平日里眼高于鼎 怎么会把五妹娘 放在影里 不过也说得通 陛下对她的感情 不同于旁人 加之她身份特殊 难怪贤陵宫会着急 看来本宫是时候 去探探这五妹娘了 也许好好提醒她一番 如今这太极宫 谁才是后庭之主 是吗 原来当时是这样 皇后驾到 皇后娘娘 免礼 原来是姐姐来了呀 本宫跟太妃娘娘 正聊得投机呢 娘娘知道好些 陛下过去的事 哦 是吗 虽说还未正式册封 但是太妃怀的是先帝骨肉 现下就不必拘礼了 不知太妃在此可还习惯 本宫觉得这里太简陋了 人手也不够 太妃娘娘又正在养胎 怕是不太方便吧 本宫与太妃说话 不曾问你呀 陛下的旨意还没有下来 本宫也不好随便 给太妃挪个地方 毕竟这宫里的规矩 是不能乱的 还望太妃原谅 日后若有什么需要 及时告知本宫便可 其实这里呀 一切都挺好的 有劳皇后娘娘 淑妃娘娘费心了 既然回宫了 有些话 本宫就不得不嘱咐一番 皇后娘娘请讲 太妃怀的是先帝的骨肉 身份尊贵 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先帝 还望太妃时刻谨记 莫要忘了日后 太妃的身份才是啊 皇后娘娘垂讯的事 妹妹倒是觉得 姐姐这番话未免多余了 眼下五太妃 虽说未被正式遵奉为太妃 但是其已在这太极宫数年 自是比我和姐姐 更清楚这后宫中的规矩 礼数 要我看啊 应是我们平日里 多向太妃娘娘请教才是啊 淑妃娘娘 这番话 确实失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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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妃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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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妃娘娘